我是小王子 你当然是小王子了 小鸡开不开心啊 小王子 小王子 白白是牛仔 而且阿姨是兔子近乖 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 啾啾啾 安夕 我这身衣服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身啊 哪不合身啊 不合身吗 我觉得挺合身的 真是 那我去看看吧 嗯 我觉得有点儿别扭感觉 你这个肩膀呢 这个肩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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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肩膀呢 这肩膀呢 谁啊 你不太合身 你不太合身 那个肩膀呢 我去看看 妈 小迪 想妈妈了 你想不想妈妈 我也想 妈妈也好想你啊 生日快乐 宝贝 亲哥 真乖 今天是什么呀 是小王子吗 是小王子啊 我的妈妈是什么 安心 我是真的不知道她回来 她这个人就是这样 干什么事情都是风风火火的 你别介意啊 生气了 您啊 生气了 为什么不跟我说她长得这么好看 不是 安心 我能理解啊 她出门在外 能陪小迪多长时间 我们以后还可以陪小迪多长时间 差一个生日 今天晚上你就让她陪小迪好好过生日吧 就不过去了 你不过去哪行呀 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要是我不过去 这生日会就不办了就 那怎么能行呢 正是因为我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啊 怎么能说不办就不办了 再说了 我是给小迪准备的 又是因为她的 既然已经来了 我去就不合适了 那这样 我跟她好好聊聊 聊什么 情节你都发出去了 再过几个小时大家就都来了 我们不要让大人的这些事情耽误了孩子 让她扫了心好不好呀 没说了 一家三口也可以团聚了 什么呀 安心 你不能乱说 什么叫一家三口啊 我跟她早就离婚了呀 您好 请出示一下 这家行驶证 驾驶证 来 同志 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看到纸灯 不好意思啊 同行啊 开车要看灯 知道啊 知道知道 好 别开小叉 好嘞 快嘞 走吧 好 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那边就是我们家小区了 我走着回去了 就不用再绕一下了 安心 走了 你听我说 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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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过马路也要看灯啊 收到 还有个小伟子 妈 你们先过来接下小迪 带她去生日会所那边 哎 好啊 那你和你女朋友 什么时候到啊 妈 蒋雪回来了 我先处理一下这边的事情 好 我们知道了 我们 运营部和财务部 昨天讨论过了 还是决定 放弃你们这笔订单 嗯 王总是有什么问题吗 咱们可以具体问题 具体解决的呀 哈哈 好 那我就不跟你们绕弯子了 您说 你们也知道 身心领量这一行呢 它的毛利本身就很低 我们也只是负责路运的运输 再加上清安的地形那么复杂 山路那么KQ 运输难度又很大 时间又很久 说其话 你们这笔订单 我们根本不赚钱了 项目的合作呢 只有共赢才能长赢嘛 哈哈 要不这样吧 你们再回去 再考虑考虑 王总 王总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那这样 我们先回去 再商量一个更合适的方案 然后再通知您 怎么样 好 那我就先走了 那今天谢谢您了 好 谢谢王总 哇 都是大美女哦 等你们消息 好嘞 再见 好嘞 再见 姐 怎么办哪 没想到这王总这么难期 听着王总的意思 是想让我们让利 这件事得让Bob做来点 嗨 Bob总 我们已经到清安了 然后呢 现在 今天是刚刚跟DV物流的老总接了个面 DV物流就是清安当地最有资历的一家物流公司 这个决策 将直接影响未来我们雨果的产品结构 好 好 好 我们继续吧 好 怎么样 姐 王总怎么说 王总南枪 抱不总严谙的哥哥 要看文字看什么呀 情深一切的小作文呢 那我写一遍呗 写什么呀 不能写 再给他时间犹豫这事就完了 必须得让他过来 说老江湖必须得让老狐狸来打 好 有心了 没想到你们准备得还挺充分的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的生日会有主题 一会儿我就随便穿一套去了 不是 将军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女朋友安心为了今天的生日会 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我觉得今天你突然去 不太合适吧 哪里不合适了 我儿子的生日 你女朋友去合适 我这个当亲妈的去反而不合适了 我还真没听过过这样的事呢 是 是 我承认你想给小迪过个生日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邀请了小迪很多的同学 家长 老师们 咱们这样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话明天 明天我们在家里面再给小迪过一次 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下 你说的这些事情有什么逻辑性的关系吗 小迪的同学 家长还有老师 有哪一位是不可以与小迪的亲生妈妈我见面的 是 可以见 但是我想说 你现在喜欢的是这一款是吗 江雪 我现在喜欢哪一款 好像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是 对不起啊 确实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比较好奇 今天呢是我儿子的生日 我肯定是要在的 如果你女朋友想来的话 随时欢迎 我都可以的 对不起啊 我提醒一下 今天也是你儿子的生日 你最好在 这么好的收成 就这么烂地里 真是太可惜了 对啊 姐 你说这这样烂地里 回去怎么跟小姨夫交代啊 姐 你都不知道 我小姨跟小姨夫在家 把牛都吹出去了 现在十里八乡都对我小姨夫感恩戴德 全村人的热情都被调动起来了 如果我去掉链子了 那小姨夫怎么看我 那全村人怎么看我们家呀 肯定觉得我是个大乎 又给一天早 又给一巴掌 一会儿 我陪您再去找找你小姨夫 好 包不总 你在哪儿了 我跟小姨在花海呢 包不总 我们觉得这单生意 不能就这么黄了呀 包不总 我们确实是真不忍先 看着这些花农这么起早单黑 忙了一计地收成 就这么毁于一旦 我们做这批订单 真不是单单为了公司的业绩 它也是 包袱清安助农啊 这多好的事啊 这都要是传出去 对咱公司的形象不也是 你们俩不要在这儿 跟我上架之仓苦情细了 有问题解决具体问题 我又不是不管了 赶紧回酒店 酒店 来了 来了来了 你等着 走走走 好好的 好好的 说了这么多 你们就是没有谈上来对吧 我查了一下啊 DV这家公司 刚刚开始转座 冷练物流 没有多长时间 所以他们评估下来 其实是不敢往底下做的 但我跟那个王总聊下来呢 我觉得他话里话外 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让利 所以想问问包不总 这利能不能让 能让多少 农妇产品的毛利本来就低 即便量再大 我们也不清楚销量 能不能有保障 我们现在的利润率 才刚刚达标 再让 王爷 我觉得我们 所以才让包不总 您亲里迢迢来支援我们呀 您看您这个谈判业务能力那么高 我们也都想学习学习 再说了 来都来了 是不是 咱也不能让这住宿费啊 机票费白花了是不是 咱们一起努力 如果您有什么办法 尽管提出来 我跟小夕全力配合 对 那 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试试了 姐 咱们是为家乡多共点 为我小一个解决问题 为公司挣钱吗 我怎么有一种莫名的羞文的 这个才拿到哪儿呢 我膝盖一下 早就已经结枝了 我告诉你们 就没有尝过 站着把钱收到的感觉 你也看 相信我 今天只有王总高兴了 我们才有机会高兴 怎么听着这么别扭 想想奖金 想想小姨 想想你的家人 我对不起他们 我听到吗 我看了 王总 我也有机会 представ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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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这样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敬海的美女好爽 敬海的老板给力 来 一起喝 来 来 敬王走了 多谢 今晚一定要不醉不归 各位大佬 慢走… 來…